大家好,我是佩佩 我今天要介绍的剧本是《坠落台南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台北大空戏》里面的姐姐呢? 今天游戏的剧本主角就是姐姐的温婚夫 她有一天开着飞机不小心坠落在风火林天的高雄 机身严重损毁,她也身受重伤 可是她还是很坚持的想要把飞机开回基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她才能见到她亲爱的爱人,也就是姐姐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各地搜集飞机各处的临界 让她重返云端为爱返航 了解游戏目标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剧本设置 让我们一起来帮助这对可爱的恋人吧 首先我们拿出《坠落台南空》的剧本图版 如果今天玩家人数是2到3的话 翻到这一面 如果是4到6的话 请翻到这一面 接着将剧本图版放到高雄翼的右方 并且把回合标记放到回合数1的位置 将所有的战斗机零件卡都拿出来 并且进行洗牌 接着在每一堆的物资卡牌库底 塞入一张战斗机零件卡 剧本图版上 这些战斗机零件放置区 就代表我们要搜索的零件数量 当零件卡上面没有物资卡的时候 才能够对卡片进行搜索 只要我们对这张卡片花费一点搜索 我们就可以直骰 如果它骰到2或3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卡片翻面 来获得战斗机零件的情报 例如这张卡片 你发现一名老人的院子里 有你要的齐罗装置零件 或许你可以等到睡着 悄悄把它拿走 所以剧本阶段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张卡片上方 你的不安值上升一点 就可以获得这张卡片咯 因为这张卡片呢 它上面有剧本道具的符号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到角色图版上 相对应的服装区 接下来我们只要移动到高雄翼 然后就可以把手上的战斗机零件卡 放到剧本图版上相对应的位置上 只要在第六回合的结束之前 能够搜集完剧本上所指定的全部零件 就算成功完成目标咯 今天的剧本呢 就介绍到这边咯 如果有其他剧本相关的问题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空袭讨论区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欢迎大家加入哦 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拜拜 wollte цел October 我会把链接开 刚才什么都要